南航疫情告急 演藝圈也頻頻傳出偶像確診消息 不過電視台卻沒有要放棄年末大型活動 17日710傳出成員和確診者路線重疊 因此成員緊急篩檢並實施居駕隔離 隔天18日就被拍到 除了隊長S-KOOPS之外 其他12名成員前往KBS割藥大助記的錄製現場 經紀公司表示部分檢查結果已經出爐 被判定為陰性的成員正在待機中 而S-KOOPS因為在當天受到報告結果 最終1710還是臨時缺席的KBS年末活動 而今日成員陰性檢測結果出爐 經紀公司也宣布即日起回復全部行程 然而消息一出卻讓粉絲們氣炸 直呼到底是年末舞台重要 還是成員們的命重要 同時還沒也踢爆 事實上電視台沒有時間等待歌手們隔離 以事前錄製的名譽要求1710到現場 並讓成員結束彩排後盲目等待 最終才取消節目演出 電視台如此鬆散的防疫概念 是在讓人搖搖頭啊